新加坡新二代卢静怡 大学毕业后在台中工作结婚 但是她的母亲身体健康每况愈下 2016年她跟先生决定回金门去 开早餐店也能就近照顾长辈 卢静怡传承了母亲精湛厨艺 练就一身烹饪技术 而且早餐店包含招牌 海报跟菜单 都是她亲手绘制 在金门少有名气 即便是英语绵绵的天气 来班早餐的客人络绎不绝 没有间断过 她是新加坡新二代卢静怡 爸爸是金门人 妈妈来自新加坡 从小她喜欢跟大家介绍 自己是混血儿 在高雄出生的她 六岁跟着妈妈回到金门照顾阿宗 当年金门并不发达 她觉得自己来到一个很暗 偏僻 恐怖的环境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要跟着妈妈拿手电筒 从老房子到我睡觉的房间是不同洞 不同间 所以你要打着灯 然后拉着妈妈的衣角 最害怕的时候 就是很暗 很恐怖 而且还有很多蟲鸣鸟叫声 还有那个狗 你就会充满无限的那种鬼屋场景 尽管内心害怕 但身为大姐的她还是以身作则 肩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 因为长达七年时间 爸爸面临公安事件入狱服刑 妈妈独自撑起这个家 一个人要养大三个孩子并不容易 可能是大姐的那个个性 所以你会觉得妈妈很辛苦 因为我跟弟弟差九岁 跟妹妹差六岁 所以我国中的时候他们还很小 你就会变成是要代替爸爸去照顾他 其实我很早熟 然后一直沿路到大学 才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 可以离开 57岁的红梅兰是卢静怡的妈妈 大家称她黑嫂 七年前女儿回来金门创业 她是最大后援 每天早上五点半一开店 就可以看到笑眯眯的黑嫂 在工作台帮忙 在台中她以前是卖衣服的 我说那边你要找工作也不太好找 而且你结婚了 你有小孩生活费也蛮重的 我说这边开个店你回来开 你来回来做 你不用负担太重 在我离开去台中前 她是在早上那边上班 那十年可能因为膝盖也受伤过 所以变成是后面加重她的膝盖老化 那我在台湾那六年之后 她也有跌倒过 所以可能她也没有及时的去治疗 变成是没有办法久站 那我结婚后 刚好这边的房子也盖好 她就说那你姻缘机会下 要不要回来就是创业 新系母亲的女儿听到妈妈跌倒 状况又越来越差 跟老公商量后 挺着六个月身孕 一家三口从台中搬回京门 筹备期只有一个月 如静怡当其早餐店老板娘 我几乎都自己用 包括logo的设计 店名还有各种菜单 都是我自己设计 自己处理的 因为我很喜欢米老鼠 然后我妈妈又是那个名字 所以我把我喜欢的因素 跟我妈妈结合 所以那个logo是我自己画的 在金门 烧饼油条及广东周 才是早餐的经典首选 卢静怡的早餐店既不在闹区市中心 卖的又是普通的汉堡三明治货蛋饼 却因为勇于创新 而且善用社群媒体分享 开业第三年 不在菜单上的特色早餐 被广为流传 因为我很喜欢吃巧克力吐司 但有时候吃太甜 你会觉得想要来一点咸的 我就想要加在一起看看 而且属不知 朋友也想说试试看看 然后一个传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IG都很方便 脸书 就是大家分享说 既然有人来说 我也想要吃吃看上次 老板娘你分享的那个 隐藏菜单 就后来一试 大家的接受度还蛮高的 蛮多台湾游客 会用Google上面搜寻 是专门来吃这一份 汉堡或者吐司涂上果酱 一个荷包蛋 再加一块煎的 金黄酥脆的鸡腿排 视觉上也许只有70分 饱满的口感 甜咸综合的恰到好处 已经成为每个早上客人的最爱 我有分三种 一种是黑卡拉 就是涂抹巧克力酱 然后另外一个是红卡拉 就是草莓酱 然后最受欢迎的是花生酱 就是花卡拉 甜咸综合 不会太腻 也不会太油 对对对 双重满足 来去通勤的人很多 包括上课上班的 我这边就算一个转运站 就是大家都会经过的地方 那最主要还是因为好停车 四驱现在都蛮蛮停车 外表时尚洒脱的卢静怡 其实有颗柔软的心 为了帮助若是家庭 让他们可以有热腾腾的早餐吃 店里每天提供五套爱心早餐 给需要的朋友 今天五份 好 好 拜拜 对了 你们娃娃还有吗 中心里面协会的娃娃 可能还需要你提供 好 因为我儿子还加很多 我再给你 好 拜拜 拜拜 我跟妈妈一致都还蛮 还蛮喜欢这个想法 因为觉得 我能力所及的地方 如果可以帮助更多人 是很OK 所以那时候我开店 那一个月 我就跟甲府中心 合作这个方案 他们也很开心 他们也很常做小礼物 回送给我们 这是一个很暖心的动作 就这样 卢静怡举家 回到金门生活第七年了 踏实 安稳 每天开心地跟客人画家常 小时候那个黑暗 恐怖 不想待的场景 现在却是最安全的环境 看见这个改变 最开心的 莫过于卢静怡的妈妈 黑嫂 大男娜 子女 你替太远了 我们也是那个 虽然说 你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大男娜是希望 子女都在身边 每一个家庭 我想都是一样 现在女儿回来 这样跟你一起做早餐店 你的开心有几个 就一百分过头了 大男很高兴 还有两个孙 为人豪爽的黑嫂 28岁时跟从事船员工作的先生戏后 正是一年多后 接受先生的邀请来台湾看看 起初是用电话交往交往 然后他就叫我过来 我觉得很胆子很大 就自己贪身披码坐飞机来台湾找他 就这样认识 没多久我们就闪电结婚了 1987年黑嫂嫁做金门媳妇 她说过去在家乡她不煮饭的 但在金门拜拜多 婆婆教她煮了很多菜 还有年节拜拜用的糕点 很自然地做料理变成一种兴趣 她喜欢用美食来交朋友 在晚辈眼里 她就像是金门厨神 只要是她做的料理都是美味 见到我们来访 她热情地跟我们介绍 与众不同的金门蚵仔煎 那这个是金门的野生的蚵仔 它比较甜 比较好吃 就是金门的蚵仔 自己人家挖来卖的 煮起来的口感跟台湾的 完全不一样 洗干净的蚵仔先拌入金门地瓜粉 慢慢地用水调匀 像是给蚵仔穿上外衣 你看它有融了 它融掉了 你看 融掉了对不对 慢慢融了 来 我们就下一些菜 再加入芹菜 蒜苗及盐巴 然后一瓢一瓢地下锅煎 野生的蚵仔在铁板上磕磕饱满 扎实得更像是一块蚵仔饼 起锅前淋上蛋液 把鲜甜的海味封存 像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再加一点蛋下去 这就是金门限定版 每一口都咀嚼得到蚵仔的蚵仔蒸 只要撒点胡椒或辣椒酱 就无敌好吃 因为我煮了 大家也会有吃 那我就很喜欢煮 你煮了 人家不吃 我就不想煮了 他以前就会煮很多东西 去给邻居的一些婆婆吃 那时候就会觉得 好鸡婆 好无聊 你做这些事 现在变成我是孩子的妈妈 我会希望用我的爱 用我的善良去 回报在我的孩子身上 然后也是可以帮助其他人 让我在心里很温暖 热心的黑嫂也是移民署 金门服务站的资深通义 长期担任志工服务 远嫁他乡29年 他的中文米南话说得很烂等 语言优势让他有机会协助 像他一样离乡背井的人 现在还可以动啊 我就移民署帮做一些志工 我在移民署也几十年了 老员工也可以算老员工 人家来办证件 有时人家有上年级不大懂得写 我们会帮他写填写 有时碰到一些外局的 能沟通的就跟他沟通啦 虽然婚姻生活里经常是假型单亲 乐观的他总是正想思考 想尽办法把三个孩子带大 卢静怡说 妈妈教会我善良这件事 我觉得我妈最伟大就是 她从没在孩子面前恶言一句爸爸 即便可能爸爸做错事情 但她完全没有在小朋友面前说 爸爸的不好 我觉得她的包容力 跟她的散解人意让我很感动 所以她是我的偶像 早餐店休息后 母女俩习惯带着小孩到古厕走走 黑嫂细俗着说 这个百年古厕 透过政府补助已经翻修 现在的模样得体多了 挑高的厅堂 木造的梁柱 以及屋顶的燕尾造型 这些特殊建筑线条经过修复后 生命被延续 继续散发着浓厚的敏饰建筑风情 这是当年母女俩遮风避雨度日子的窝 如今往事犹如浮光掠影 只能回忆不许重来 采访当天天气不错 卢静怡陪妈妈走在村子的小镜上 黑嫂耗损受伤的膝盖 是岁月掏袭的痕迹 她的脚步变慢了 走起路来略显吃力 这是母亲用青春换男儿女成长的印记 阿嬷觉得他们跳得好吗 好啊 阿嬷一定要跳个亮 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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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拍手 我希望我的孩子是 踩在沙子上长大的 踩在地板上长大的 而不是像在台湾就是要保护得太好 我希望他们可以接触很 我小时候走过的路 跌倒了 还是说骑驾车 还是抓虫子 我希望他们从小就可以体验这种生活 你们比较喜欢住台中还是住金门 金门 为什么 跟阿嬷一直睡觉 你爱不爱阿嬷 爱 为什么 因为她会做很多次的给我们 这是新加坡新二代卢静怡的故事 她来自金门 念完大学后到台中生活 找到了人生伴侣 有稳定的工作 却因为不舍母亲膝盖退化 返乡陪伴照顾 36岁的她 勇敢 自信 回到最初的起点 重启人生下半场 回到这个最安全的地方 你就会用最真诚的心去面对各种 包括顾客也好 包括朋友也好 孩子 你都会 是最安稳的那颗心 最快乐的 小小的早餐店不仅是创业 也凝聚了一个家 一份情 让一位母亲觉得人生圆满富足 有念着开花 从卢静怡的身上我们看到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为了两个孩子 她会继续往前奔跑 落实承接自母亲的爱与善念 我应该会做到 我不能再做为止 那我 我有给自己一个目标 是我希望可以去当 志工 去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像我现在就是从事 学校的志工 去帮助小朋友 那我希望我未来可以就是 可能到育幼院 到大宗自家 我希望尽我一点能力去 回馈社会 卢静怡拥抱了新二代的身份 努力重塑更美好的自己 幸福福是即适 转个念 它就在你身边 我希望尽我会继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来自越南的杨嘉欣 成为独当一面的越南语老师 透过身教带儿女投入社区公益 而来自中国的陈寒云 虽然历经不顺遂的婚姻 但是她靠着家乡味重新站起来 儿子也承袭妈妈的坚强勇敢 如今贡献一举之力 到社福单位教学 而新加坡的新二代卢静怡 承袭母亲手艺 在金门创业 还一边照顾年迈的母亲 新住民透过母国语言 家乡美食将记忆传承给下一代 不只让母国文化得以被保留 也让更多元的声音 得以在台湾这片土地 绽放出令人惊艳的火花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按赞追踪 订阅我们的FB IG YouTube频道 并把我们的节目 分享给更多朋友们 一起看见更多台湾新移民 新二代的故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探索多元文化 看见台湾新助力 我是王嘉玲 我们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